再来关心高龄驾驶者开车 千万要小心注意 28年次的黄信驾驶 今天清晨5点 开车行经光复台九线与林森路口 与对象来车发生对撞 而黄信驾驶重伤送已不至 那么事发的路口仅为闪光的黄灯管制 那么在地出身的县议会议长张俊则是高度的关注 也将邀请相关单位来线刊 检讨路口的交通安全措施 清晨5点半天色轻亮 两部南来北往的自小客车行经光复箱台九线段 与林森路口中央不偏不以正面对撞 两部车车头全毁 两车两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现场为两台自小客车插撞 两车车头皆严重回损 一名轻伤男驾驶于现场已自行下车 第一名重伤男驾驶经救护人员给予警圈及长备板固定 将患者自驾驶座搬运上救车 随即将两名患者将紧急送往凤林农民院救治 第一时间到场救援的消防队员将其中受重创欧卡的黄信驾驶送医 虽然紧急抢救 最后仍宣告伤众不治 而这一起死亡 车祸事故是发生在27号 清晨5点半 地点就位在台九县与光复乡临森路口处 警方了解28年次的黄信驾驶 从凤林镇开车南下 新京该路口 不慎于北上 由秋信驾驶所开的这小客车迎面相撞 除了黄信驾驶为超高龄驾驶之外 双方驾驶皆五酒驾 不过由于事故发生当时 路口警卫闪光黄灯管制 也引发在地出身的县议会议长张骏的高度关注 并表示将邀请相关单位现刊了解 确保路口交通号制管制得宜 避免类似意外事故再度发生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